剛才你講到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風險 其實可以是有三樣風險的 大部份人以為 Interest Rate Risk 一個利息的風險 你聽Jerone Powell或者Janet Yellen 在Treasury說話 或者Federal Reserve的Jerone Powell 你就知道Interest Rate Risk是什麼 另外一件事 很多人知道就是Credit Risk Rate 尤其是我們經過2008年這個Suprise Mortgage 就知道什麼叫做Credit Rate的Risk 但其實有一件事在投資方面 很多人是沒有提到 但竟然這個星期忽然間 就打了我們加拿大和美國幾拳 這個就叫做Political Risk 政治的風險竟然可以影響到投資 我準備了很多不同的Slide 如果你們是有看過我在Facebook所有的Posting 或者你有留意到 這個星期在市場裏面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都會知道 我將會講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就是Political Risk 那我就想問一下你們 新疆麵 哎喲 OK 既然Norman已經搶了閘 那我就跳去我們的Slide 那我就想呼籲一些小粉紅 那你不要攻擊我們 我只是從一個股票角度 去講一下這個投資而已 那但是為什麼從一個投資的角度 我這次今天在我這個節目 你知道我一向都是在說炒股票的 為什麼又關我什麼事 為什麼Jeff要提這件事 還要拘捕Norman、Betty和David落水呢 就是很unwillingly的你迫著在這裏聽我說話 其實你未必同意我說的 That's fine 這個完全是我自己的personal的意見 就是因為如果一間公司 in this case它是Nike的話 它出來說它是反對中國這件事 它覺得新疆麵這件事是不應該買它的 就是不同我們Nike的品牌 那個global image 這個responsibility 或者現在有投資方面 有一個叫ESG的directive 我們一定要是跟我們ESG的directive的 我不同意的 那在中國就反而你會發覺 我不知道它的政府是不是有involve這件事 但是竟然Nike自己的產品 就會在中國我們見到一些video 就被人去銷售它的波鞋 亦甚至乎這個報道就說在中國自己 如果你是search它online去買東西 在H&M這間店 竟然就是找不到 OK 那究竟這個是他們上頭 即是習近平 政府那方面作主 還是有個somewhere中間有個middle manager 自己想擦共產黨鞋 就是拿了一個這樣的decision 說我現在要erase了你整個品牌 讓我那些中國的網民就 那些購物那些人就想買這些都買不到 那我就純粹從一個做生意的角度 和一個炒股票的角度就是說 如果忽然間我自己是一個entrepreneur 我投資了在中國那裏 而忽然間我起身 有一天發覺 因爲我說錯了一句說話 而可能是一個真的說話來的 可能你是真是在新疆那裏有些事做的 是全世界覺得不供應 而可以影響到我整檔生意 即刻可以網上那些人買不到的 那爲什麽我要take一個 那麽大的政治的風險 一個那麽大的political risk 去投資我的生意在中國這個市場那裏 去開我的店 是不是因爲你14億1.4 billion的人口 那個consumption給我那麽多生意 我真是要賺你的錢不行的 所以我就一定要忍住 在中國做生意呢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炒股票 譬如我無端端 我買了一個Nike的品牌 其實它是sports apparel 和consumer goods那個category來的 不應該有一個那麽大的political risk 令到我的股票可以 忽然間跌了下來 但是幸好它又升得上去 OK 即是從一個炒股票的角度 我怎麽樣可以做一些protection 去令到我自己的portfolio 是hedge了 against這個political risk呢 其實是不是應該我們有個責任 as an advisor 或者remind我們的客人 喂 你現在買了這些Asian fund 可能是將來會虧錢的 在幾個禮拜前 我記得這個slide 2021年的3月11號那時 我提過說 金磚四角 Brasil、Russia、India、China 我已經叫我的客人 你每兩個禮拜的pre-authorized purchase plan 就take out了不要再買 尤其是不要買Chinese market 你聽回我們兩三個禮拜之前 做節目的底 那我現在就consider著有一件事 我就未決定 既然我已經stop了你 即是我的客人的 每兩個禮拜的pre-authorized purchase plan 去不去買China 那你會不會consider 不如如果有個political risk 如果中國是再搞得麻煩的話 就說會不會它的股票又會大跌 那不如如果你投資在中國的multual fund 不如你全部取得出來 那在未來的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當我再和你去review你的戶口那時 或者大家casually聊天 我就會提出這件事 或者你看到我這個節目之後 你知道其實Jeff背後在想著 不如我們take out我們所有 在China的multual fund investment 那你或者想一想 那因為將來我會打電話和你談那時 你就會已經有個心理準備了 那至於中國是否一個好的投資的市場呢 那我就找到很多不同的research 那其中有一個最bullish的呢 就是一月份那時CNBC寫了這個article 說new chart shows China could overtake the US a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earlier than expected 那我同意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也是其實是想你和我大家投資在中國是賺錢的 那但是你要知道其實中國是分開有兩種東西的 是用回我自己的詞語去形容呢 我就說漂亮的中國人 beautiful Chinese people 跟著另外就有他醜惡的政權 就是叫做共產黨 所以你一定要分開共產黨和中國人是兩樣東西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和客人 我都叫做是漂亮的中國人 我雖然自己在香港出生長大 我叫我自己是香港人 但其實我都覺得我自己是漂亮的中國人的一部分 我只是不喜歡醜惡的共產黨 而現在這個政權 習大大他在做很多事 包括在新疆或者香港 或者是台灣一些令到世界覺得很敏感的東西 或者釣魚台或者那些漁船去恐嚇菲律賓 那些沿海那些漁船那些地域 這些國際的爭執 我相信假以時日 大家坐下來慢慢談是會談得定數的 那看回我現在這個圖表 就是GDP per capita of US and China 這個是2021年1月份的統計 你都會見到2019年 平均每一個美國人的GDP per capita 平均是65,298元美金 OK 而中國我們的習主席剛剛說 恭喜我們脫貧成功 每個人on average的GDP 是10262 OK 那他這個文章說 美國的增長率的percentage growth 只是增長了2.3% 那但是呢 Oh sorry 美國是跌了fall by 2.3% 那但是中國呢 就增加了2.3% 那就是有些人呢 只是看statistics 說因為我現在的growth rate厲害了 所以你美國跌了呢 我就很快就會追到你了 但是其實看這個graph呢 你知道那個distance還是很遠 譬如如果美國是65,298元 我當它跌10% 那就是我的平均的per capita 就是還有58,000元那麼高 那但是我當你中國 忽然間有一年發癲 升了一倍 就是double了 由1萬元去到2萬元 那你都是跟美國還差很遠 那所以當有些公司 說有些portfolio manager 他說 哦中國的市場很大 那之後他做完他的presentation 之後我跟他聊天 喂 1.4 billion是個population 但是其實你的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TAM 我姓譚的我不是故意作個acognom出來 如果你在Wall Street或者Bass Street 你看看一些analyst report 有一樣有個metric 叫做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TAM 我自己心目中估計的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其實只是十分之一 of 1.4億 就是有140的million 那if in that particular case 其實美國的市場 其實是大過中國的市場 你是可以consider 我完全不跟中國做生意都行 那習主席在2021年2月26號 這個是他中國自己的那個台 在網上的youtube 我忘記了哪一個 在這裏 就是celebrate說 我們中國脫貧 那樣 那但是另外有一樣 就是 現在所有這些的US brand 都是被中國的網民target著 OK 那我希望如果中國 和美國可以說回點數 大家和解了 那變成我們在美國的生意的公司 或者加拿大的生意的公司 投資了在中國市場裏面 會不會被那些人民 或者那些網民封殺 那中國漂亮的中國人 會繼續去買我們加拿大 和美國公司的產品呢 那這件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我希望呢 就不會影響到 不會因為有這個政治的風險 這個political risk 去影響到我們的投資的portfolio 那Nike 你見到它的股票 或者H&M 或者Adidas 這個是其他不同的市場 那但是Nike的代號就是NKE 它這個pie chart裏面 黃色的這部份 它可能這裏有25%左右 它的revenue是中國來的 那所以當那件事情 那個news發生的時候 它的股票是跌了下去 但是之後呢 就反彈了 那所以我都很開心 即as a portfolio 沒有受到影響 那跟著我有個朋友 他寫了一些小小的commentary 其實我的中文不是很厲害 可能政治方面 我們都是 是可以回到我們的經濟stop 會不會好些 所以這個呢 這個slide已經是去到最後了 ok 那我stop了它 我知道 剛才我已經說了給你聽 這個是我的personal opinion 但是political risk 這件事也是真的 但是 譬如你自己本身 和你的客人去想 去做投資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 會不會因為這個禮拜 發生這件事 會和它聊一下這件事 還是說 譬如好像我的approach 這樣說 ok 我們大家 discuss一下 會不會去sell 你投資在中國的mutual fund 但其實如果 當中國和美國和加拿大 說回店數之後 市場一直升 到時大家 賺到錢了 又開心心了 就忘記了 那會不會這樣會好些呢 What is your viewpoint 即是我覺得是political risk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譬如我每次 譬如在mutual fund的presentation來說 那些基金公司 political risk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它一個政策一來的話 你就可以改變你所有的東西 譬如你禁運 sension 或者一些policy來說 是可以改變你很多東西的 因為很多時候的business來說 是需要這個長遠的計劃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political risk的話 你就做不到那個長遠的計劃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通常北美洲 或者西方做事的方法 是希望有一個predictable income 和一個predictable的result 但如果這方面 是有一個political risk的籠罩著的話 就算有幾百萬人在你面前 但是你隨時可能會被人告 那你都不敢碰 那為什麼來說 我覺得是這方面 在中國這樣的行動的做法 其實是會影響到中國那方面的發展 那為什麼來說 會令到很多國家 會對中國很大的戒心 甚至會看來的情況 可能會來的制裁 那這方面也會影響到一些公司 一些multi national的公司 又在美國 又在歐洲 那會影響到他們原本的predictable income 那可能有很多東西 有些新的重新的部署會轉變 那你說因為這個疫情來講 也都認到很多的公司也都覺得 我反正這個疫情裏面都少了生意 那可能它會對於 如果失去了中國的市場的話 那變成它已經差不多是習慣了 在這個這樣的疫情底下 都如果還能夠生存得到的話 那可能它會考慮那個風險方面 可能它會減低它對中國方面的依賴 嗯OK 其實我自己在銀行做的時候 那時候有些客人都是在中國大陸來的 那當我離開銀行那時候 自己開始了自己的financial planning business 那時候 也都有一些中國大陸的客人跟著我 那其實這個題目是很敏感的 但是我知道 其實through我personal 和他們吃飯 在他家廚房坐下來和他聊天的時候 我問他為何要來加拿大 知不知道其實有些東西 你在北美洲才知道 因為你在你自己內地上網找不到的 他們都acknowledge他們過來 其實是為了他們的小孩子 OK 那就是作為一個家長 其實始終都是想自己的小孩子 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上長大 那他也希望 或者我自己也希望 很多將來會在香港 或者中國內地 來到加拿大的人 他們在這個 我們自由民主的地方 可以真的看到 究竟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是一個eco opportunity 我攻擊美國 我攻擊加拿大 我攻擊香港 我攻擊共產黨 那我現在攻擊美國 因為共產黨的大敵人就是美國 其實美國人自己本身 都是有一些人權的問題 但是美國人自己本身 是容許他討論這件事 不會封殺你 而在2003年 如果你看到我現在這個畫面 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 Eric Shostler Shostler 對不起我今天講不到話 他寫了一本書 叫River Madness 那你可以上網 現在買到這本書 其實挺出名的 其中他有一個chapter 就是講In the Strawberry Fields 原來美國的歷史裏面 有一些很醜陋的東西 除了黑人奴隸主義 還有一件事就是 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但是其實他們過來 是為了在美國做事 但是一些美國 即是在墨西哥 Mexico上來的 Immigrant Workers 每一年 就是摘美國的士多啤梨 就正如新疆 如果是種Cotton的話 它是有一個harvesting season 所以在新疆 只是harvesting season 那時才需要很多人 除了機器之外 和它摘棉採棉 而在美國 一個醜惡少少的歷史 就是每一年 都是一些墨西哥人 在墨西哥上來美國 摘它的士多啤梨 那如果你和我 作為加拿大人 有吃過美國的 運上來的士多啤梨 分分鐘都是這些墨西哥的 我現在講了 非法勞工 是沒有union的 underpaid 和一些生活非常之差的環境之下 摘那些士多啤梨 所以其實美國都有發生這件事 但是呢 我就看不到 就是任何人 去用這件事 去攻擊回美國 那我不知道下個禮拜 有人看了我們這個節目之後 會不會說 你美國在這裏攻擊我們新疆 用forse labor prison camp labor 去雜面 那其實你美國 都是每年 你那些墨西哥人上來 那時 你都給一些低個minimum wage 一間屋側 有幾十個人一起 那些勞工 在那裏摘你的士多啤梨傘 那我想告訴你 2003年 在美國自己 已經有一個這個人 Eric Schroesler 寫了一本書 跟著他 within the next year 在美國 一路去做他的seminar 去講這件事 其實是 今年是2021年 是不是 即是18年前 已經有人提出 在美國這個社會 其實都是有一些 這麼醜惡的事情發生的 那樣 所以這些 political issue 如果我們是 即是從一個經濟的角度 因為其實他是 Eric Schroesler 他是寫 economics 的 他是一個 American economics writer 來的 那他是講這個 關於一些 小度小小的 economic news 關於農作業 agricultural sector 很少人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 為何會知道 有這件事存在 就是當年 有個人告訴我 他study了這件事 他跟我分享這個消息 所以我到現在 都記得這件事 所以這個禮拜 當我見到 在new cycle 有人說 新疆棉 我就立刻想起 其實我們美國 都有一個example 這樣 這個世界 很多時都有發生 這件事 就視乎你自己 有沒有已經 背了一個政治的包袱在這裏 說我是中國人 一定要支持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 一定要支持香港人 或者加拿大人 一定要支持加拿大人 或者美國出版的 一定是美麗的 這樣 如果你可以放下 你自己小小的包袱 去從一個客觀的眼光去看 其實你會發覺 每一個國家 都有它自己美麗的東西 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醜陋的東西 所以這個禮拜 為何在這個 我平時講開 財經炒股票的節目 會提出這件事 就是因為終於有一件事 是有一個政治的風險 去令到你和我那些股票的portfolio 可以受到影響的時候 當你影響到我賺錢的時候 我就要出聲了 OK 如果你在香港搞搞鎮 搞什麼 總之我那些香港的樓價 那些股票繼續升的 我不會吵你 但是當你搞到我那些香港的樓價 或者香港的股票 或者加拿大 或者美國的股票要跌的時候 你踩到我的飯碗的時候 那我現在就這個禮拜 就要出聲了 OK 那我多謝你三位 就是聽我在這裡 自己在這裡發了一聲 我也很不好意思 逼你們要聽我說話 但是你存在 這個禮拜這個節目出現 並不代表你同意我的political view 而你很清楚 也表態了你是不同意 或者你是中立的 我完全尊重你 因為我們加拿大的社會 是容許有這樣的open discussion 那final comments 你們每人說幾句 因為我已經說了太多了好像 我的final comment 我很同意Jeff這樣說的 還有在一個金融的社會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言論自由 還有一個是一切方面的 資訊方面的自由 這方面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們叫做transparency 還有現在新的玩法的話 新的做法我們叫做ESG 環境界 還有一個社會 社會 還有一個governancy 這方面來說 我們都是需要的 在裡面 所以你說政治方面來說 很不幸地 都是一個因素之一 就是這樣 我覺得多謝你的資訊 其實我很少留意 留意這類的新聞數 都是一個很好的input 就是明白 就是聽到這些資訊 我自己就沒有什麼時間 去搜尋這些資訊 所以好好的資訊 多謝 好了 今天的節目特別長 但希望不會悶到 三機旁邊的聽眾 Facebook和YouTube的觀眾 多謝你收聽和收看我們的節目 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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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OK 搞定 多謝 嘩 幾點鐘 嘩 嘩 Norman 你那裡黑了 你的團隊黑了 是 黑了 是 黑了 剛才很光的 現在黑了 你怎樣 你怎樣切到一個小時裡 Jeff 因為我知道 FM105.9 有些事情 不會讓我們說 所以 the first hour 頭的60分鐘 我好像沒有說到 一些 politically sensitive的事情 我不斷地 就剪回60分鐘的事情 讓他們播放 在Radio上 那就可以了 OK YouTube的影片 一向你都知道 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 assuming 觀眾是有這樣的耐性 他看到尾 他才聽到我在亂說 但是 譬如 是 是 所以 Facebook和YouTube 其實都會不會受105.9管 還是 Stay alone OK 不會 就算他炒 也是炒外魷魚 除了我們都不是employee 我們都是客席的 reoccurring weekly guest 如果這麼不幸運 他說 Jeff 你不如你anti 習近平 新疆 and all that 你是黃絲 你下個星期不用出現 David 那你就做host 哈哈 你takeover的節目 assuming compliance 給你的 或者扔了給Norman 做host 那我以後 就不會再出現 可能這個星期 就是最後一個星期 我出現 對不對 是啊 你好數好 是 你一定要 我要保障你的 沒有問題 安全性 繼續在這裡 Jeff 我有個問題 因為剛才我講 insurance那裡 我是剛剛做完freshly 那我就加了下去 其實你用不需要幫我剪掉那裡 因為其實我就不是很想 好像那些客人 不會以為我encourage他買銀行那些